信義區行政中心及衛福大樓開幕啟用 請用節 掌聲鼓勵鼓勵 台北市長柯文哲親自主持 位在廣慈園區的信義區行政中心及衛福大樓啟用儀式 各區區長及信義區的里長都到場觀禮 D棟跟E棟都已經開幕在使用 那D棟還在開工 那今天開幕的是A棟跟B棟 A棟是行政中心 就是把以前的信義區工作全部搬進來 那還包括一個圖書館 所以算一算A棟有12個單位 那當然也包括中央的單位 那這將來是服務市民的重要據點 那我想將來這個信義東元縣 中元縣開通以後應該出入衛生方便 那B棟這個社會大樓 進入的單位就是社會局跟衛生局 那這當然也有長照機構 就是這樣的社會福利資源 那這也是我們台北市 旗艦型的社會園區 另外一個是在溫山區的東海中 那今天這個舉用典禮 行政大樓A棟跟社會大樓B棟 還是要謝謝所有的工作人員 在這幾年來的努力 今天才能夠自己開幕 新洛城的信義區行政中心 規劃地下四層 地上十三層的建築物 進駐單位有信義區公所 信義區調節委員會 與圖書館廣詞分館等12個單位 將提供智慧多元及便民的行政服務 我們這一個新的信義行政中心 其實跟民眾的生活 是非常息息相關的 可以說所有的人生大事 都跟我們脫離不了關係 包括從出生 這個當然就要到護貞事務所辦登記 然後結婚這些都是護貞事務所 我們這一棟樓還有 譬如說像我們區公所 如果要辦各項社會補助 還有兵役等等相關的問題 健保的相關問題也可以來找我們 我們這棟樓還有要找工作的 救福處也有 也有少福組 清潔隊 然後還有健康中心 可以說是非常的多元且綜合的 包括我們一樓也有福德派出所的進駐 這跟過去比較不一樣的就是我們 這邊除了過去的信義行政中心 整個搬過來以外 我們還增加了這個一樓的福德派出所 以及圖書館 所以提供的服務等於是更加的全面了 那我們這棟樓其實最大的特色 其實我們這是一個黃金級的綠建築 而且防震係數非常的高 跟我們過去那個在信義那個舊大樓的海沙屋 其實我們來這邊非常有安全感 那也歡迎市民朋友 有空可以來我們這邊 讓我們奉個茶這樣子 我們這裡有八間的調解室 是台北市最大的 我們以前是很小很小 我在這裡信義區公司服務了28年 現在是主席 但是到這裡來 會議室還在這邊 會議室很大也在這邊 這邊是比較大大莊的 我自己一個人調到五十六十個 市政府調到五十六十個 這個都可以調 我們這裡有些 那個調解委員 都是單獨一個人 不管是三十個二十個都是一個人 南部的話 都是三個人四個人 這個何怡婷 我們是沒有 我們的每個委員都是個人 我們這個大小間都有 以後我們的調解室已經夠了 以前那個舊的 是沒辦法 那個區長也很配合 所謂的一些那個 這個壁畫什麼 我都去給舊的那邊 配合我 標概 沒有工夫 就是要耐心 所以我們信義區已經十幾年 都是第一名 這是第一名 這個是我們還是要繼續努力 現在這個環境這麼好 我們還是要繼續更加努力 為民服務 位在信義區行政中心旁邊 還有一棟衛福大樓 規劃有勢力聯合醫院信義門診 另外 將陸續啟用 廣辭親子館 少年服務中心 長照機構 即進老院等等 全面提供 從幼兒到老年的優質服務 有24項這個社福相關的設施 在這個廣辭的旗艦的衛福大樓裡面 那各位所想得到的 其實人的一生大概從小朋友 然後一直到 從這個健康到亞健康 到失能失智到臨終嘛 所以事實上呢 這個這個從這個拖運中心 然後大一點需要親子館 然後有日照 然後針對我們比較弱勢的族群 有這個身上的住宿型機構 有身上的這些日照 那比較廣泛的 比較泛指所有社福 大概信義社福中心 也在這個旗艦基地裡面 所以我也特別跟市民報告 大概台北市 在未來的10到20年 整個基礎的這個社福的設施 大概在柯市長任內 都已經都完成 兩大旗艦基地 一個是各位現在我們所佔的這個地方 廣辭衛福大樓 另外一個是明年 也將施政一棒結一棒 應該很順利的這個萬隆東營區 那把這兩個這個旗艦基地設下來之後 事實上對於台北市 作為國家的首都 整個社福利的長期的百年基業 那未來我覺得以後的市長或局長 要做的應該是軟體的部分 廣辭園區是結合社會住宅 行政中心 及衛福設施等整體規劃的園區 未來也將有捷運信義東沿線的出入口 目前民眾可多利用各路線公車到此洽工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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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